以会呼吸的排湾族石板屋为名 屏东三地门乡排湾族家族后代 林慧珍、林传星两位社区规划师 带领原名降师、室内与室外修缮 花三年修缮完成 得到今年巴黎设计奖的殊柔 包括梁柱结构提补桥 屋顶石板漏水整修 花台植栽和门片木雕修补绘制等修复工事 这个奖当然我们很荣耀 其实它就是针对一些建筑文化的一个参赛 里面都保有着一些 所留下来的一些雕刻文化传承 我相信就是透过这样子 他们觉得我们有做一个延续传承 这个也是他们最青睐的一个地方 国际赛事包含建筑室内景观产品 和平面设计等领域 会呼吸的排湾族石板屋 获得建筑设计项目赢奖 让世界看见台湾传统特色 这个木头大概也快有一百多年了 还是非常的坚固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因为这个家屋是部落 全部落的人盖起来 部落的事物都是在这个 这个家屋里面讨论 如何让这个百姓能够生活得更好 一直保持到今天 已有80年历史的家屋 屋内陈设着历代留下的山刀 琉璃 桃湖 彰现原汁原味的原民风 家屋除了是传承文化 教育的重要据点 更是家族凝聚力所在之处 已经是家族第十一代的林传星 希望这项殊荣能唤醒更多的年轻一辈 重视部落原始的生活文化意义 与传承教育的重要使命 新唐亚太电视李金菊 李美华 台湾屏东报道